動漫我要聽 好 今天真的要馬上來揭曉我們的達人密碼 不然我怕我們會聊得不過癮啊 聽眾也會聽得更不過癮啊 所以諾威 梅蘭 趕快吧 好 我完全同意 首先呢 第一個達人密碼是有何不可 再來是無所不在 最後是許個願吧 不用懷疑 毋庸置疑 這十二次真言的創作者就是我們今天的達人 讓我們熱烈的歡迎漫畫家柯莉老師 千呼萬喚我們的柯莉老師終於出現在我們的節目現場了 再次歡迎你柯莉老師 跟我們的聽眾朋友們打聲招呼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柯莉 忘了 人家說 您哪位 對 我剛剛在我們試麥的時候我覺得柯莉老師的聲音真的是非常的有磁性 套句諾威講的是怎麼樣 Sexy 透過我們今天訪談呢 就會聽到 我覺得很Man欸 不會 好 那就很Sexy 對 那我想這個我們先回到柯莉老師你最擅長的 就是我想大家都看過柯莉老師的漫畫 那我想請教一下就當初你是怎麼會跨入這一行的 跨入這一行啊 其實我小時候大概國中的時候就已經決定要當漫畫家 所以就是就開始就開始找任何可以當漫畫家的資料 可是那時候不像現在網路這麼發達 所以就是你要到處去買教學書 然後因為那時候還是手繪的時代 所以你要拼命的所有的技術都要靠自己慢慢摸索過來 就是不像現在這樣 然後漸漸的到大專畢業之後就會有漫畫培訓班這個課程 那我去上 所以才學到就是真正專業的漫畫家你需要哪些的技術 包括電腦繪圖 那我想現在老師很多的作品是在甜心上面做連載 那我想這個你在上面做連載 然後嬰兒又會出了很多的單型本嘛 那你在連載的過程當中我想是一個直接跟 讀者面對面直接會有接觸的一個機會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請你講一下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我們讀者們對你的作品的反應是如何 其實我是蠻感謝那個 我剛開始看 那時候甜心 Lovely無所不在 第一回的時候 編輯他會收集起來給我看 所以我就會看到他後面的評論這樣 我的畫風其實 在甜心看起來那時候是很突兀的 因為我比較偏寫實 可是小孩子的話 他第一他不太喜歡你的畫風 因為不夠漂亮不夠可愛 再來就是故事稍微有一點深度了 所以小孩子看不懂的話他就會覺得不好看 那老師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不太有禮貌 可是我很想問說因為老師的風格就是比較走那種寫實派的風格嘛 那你會走這樣子的風格是你當初有受到什麼的影響嗎 因為我比較喜歡寫實的畫風是因為他比較可以有豐富的表現 表現手法 剛剛老師就講到這個 因為其實我在看老師的作品 就覺得老師在那個人物角色的描繪上面 那個表情都是非常細膩的 因為跟一般的漫畫家比較不會 就像老師剛剛講的可能就是比較誇張的 風格不一樣 對風格不一樣 對那老師這樣子做的話是有特別 就是對人物描寫有你自己特別的想法嗎 就是刻畫上面 一定會 我一定要那個人物的表情一定要到我覺得 我自己就是也會跟著皺眉頭 或跟著難過跟著哭為止 所以你看畫一個哭的角色你會變化 會 我逛分鏡會哭一次 就一直吸鼻涕邊分 然後畫的時候其實你都會 你後來休息的時候你會發現你的眉頭非常的酸 因為其實表情都是皺的 眉心很酸欸 天啊 老師你都怎麼保養的啊 沒有啊 沒有啊 就是皺完眉頭就開始笑啊 對不對 讓臉部的肌肉能夠 笑的話就是畫那個月刊的封面 你知道月刊封面少女就是相親照嗎 那就是那個臉都要這樣 要不然就是要那個啾咪那樣子 對 或者是眨眼 你永遠不能做那種很悲傷的表情 你就要是很開心非常的陽光 非常正面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想我想再問一下 然後你看你的畫的時候就 就是有一點瞪著眼 所以我在這邊先幫我們下個禮拜的那個 Youtube上面的影像 我們都願意滑絮做介紹 先預告一下 對啊 一定要看因為剛剛那個 我們柯莉老師已經擺了好多經典的畫面 對 我忘記喔 我是被擺了一下 對啊 好啦我們聊到這裡先休息一下 來聽首歌曲 好 那麼一樣按照慣例 今天的歌都是由我們的達人親自推薦給大家的好歌喔 首先聽到的是由桑田佳佑所帶來的 明天會晴嗎 大家好我是柯莉 如果有時光機器能把13歲的我帶到我的面前 他應該會開心的說 你果然成為漫畫家了呢 你沒讓我失望 歡迎回到動漫我要聽的節目現場 現在進行的單元是熱炒久久達人上菜 今天我們的單元主題就是 Lovely的夜晚 就跟著老師一起來許個願吧各位 我們再次歡迎柯莉老師 Yay 好大家好 剛剛上一段的結尾真的非常歡樂 真的 好那我想在這個這一段的開頭呢 我想把這個我們的主題呢 稍微拉回來 我們情緒稍微沉澱一下 就是我看老師的作品當中 其實很多是在探討 現代我們社會的每一個家庭 或我們周遭所會發生的一些事情的 形形色色 但尤其很多是比方說 有一些會是比較稍微破碎一點點的故事經驗 不是都是 不是那麼愉快或是滿完美這樣子 對 家庭也不一定都是那麼圓滿的 那我想這樣子 為什麼會讓老師選擇這樣子的題材 作為一個創作的方向呢 這個就有關係到就是我畫漫畫的一個很想要說的信念 其實因為來到甜心連載的時候 因為它是商業漫畫 那商業漫畫就是要畫愛情故事 可是因為我覺得如果男女主角就是只有談戀愛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故事我不會想 我不知道怎麼想下去 你賣的並不是那個愛情故事 而是這兩個人的角色 就是他的背景 那你就必須刻畫這個男女主角的背景 那他的背景就是他的家庭 那為什麼男主角會有這樣的個性 那為什麼女主角會有這樣的個性 然後你要讓讀者就是可以感同身受 或者是說他可以理解為什麼他會變這樣 就是因為其實那個大喜他是蠻中二的 他就講話沒有禮貌什麼的 那如果你了解為什麼他會做出這樣子的舉動的時候 你是心疼的 你反而不會生氣 是 可以通理他 對 當然我還盡量讓讀者們會喜歡我兩個角色 所以其實我會講家庭的話 並不是說刻意一定要說他好像很可憐或怎麼樣 那你們就是感覺到這角色的真實性 那剛剛有提到大喜嗎 那老師的經典代表就做十個月吧 大喜也在九月底發行的第五集完結 可以跟我們聊聊就是您創作這部作品的想法 還有我也很好奇老師您是一開始就設定好結局 或者是你是邊畫邊想的 其實我大喜的話其實真的一開始在寫這個提案的時候 我已經連那個完結都寫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的就是我們線上連載的漫畫 怎麼講你寫的劇情要是可以可以馬上腰斬 或者是可以延長的設定 所以這個故事我必須要讓它有一個架構跟結局 那假設反應不好的話就要提早收 而且那個設定是可以趕快收掉的 那如果受歡迎的話 那就還可以延長這樣子 哇好好殘酷 你們還想當漫畫家嗎 我跟你說很辛苦的 那老師在這一個就是最後一集 當然不要賣太多關子啦 大家還是要自己去看 你在畫第五集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人 其實第五集就我跟你講 其實主要的故事已經在一到四集都已經全部幾乎快講完了 那第五集老實說我比較像是在回饋讀者的一集 其實它已經是後續了 對 因為一到四集已經交代完就說那個後來天樂他 他後來是不是恢復健康 然後他們沒有再見面 所以如果你們有看到第五集封面的話 封面的大喜其實已經攘回黑色頭髮了 就不是那個 就是一個 跟以前的 我有注意到 中文的小孩是 兩個就外星人了 就是不一樣的角色 那我現在要來跳脫一下氣氛 因為前陣子啊 就是不是大家都在關懷那個劍洞人 大家都參與那個盜冰桶的這個活動嗎 對 其實我知道啊就是 我被漢林點名啊 對 老師你要自爆了嗎 我可以問一下後來是你被點名之後 我後來 因為如果我彼此狀況不好 我是一整天都過敏的 所以我 我想說那我就直接在粉絲團說 那我就 我選擇不林冰桶我直接捐款就好 可是又想說 可是漢林都已經拍了那個林冰桶的影片 我只有捐款好像 誠意不太夠 對 所以我就畫大喜林冰桶 喔 是喔 對就是畫他那個 穿制服 白色制服的林冰桶 這樣會透了一點點膚色這樣子 所以就是 可以給讀者福利 然後又可以做公益這樣子 真的 老師真的知道我們的胃口是什麼 對 自己自己要捐錢 然後又要畫一張圖 就變這樣子 Mellon看過那張圖 有 就是眼睛吃冰淇淋 我看到 很開心 好啦 那我們聊到這裡再休息一下 聽一首歌曲 好 那要聽到的是由 玉智浩爾所演唱的 To Me 那我們再來談談這個榮耀的一面 讓人很爽快的一面 好 就是老師你在2012年成為台灣 我們第一人拿了素有漫畫界諾貝爾獎 之稱的日本國際漫畫賞的 第二大獎的優秀賞喔 哇 真的 乾淨乾淨 了不起 對 那我想這個相較於當初的這個 淒慘落魄 那形容一下這個 你得到這個大賞的時候的心情好不好 那個時候是大概在過年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已經感冒重病兩個星期了 幾乎是下不了床的那一種 然後那時候我編輯就跟我講說 欸可莉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跟壞消息 你要先聽哪一個 然後我就說先聽好的 我現在心裡有點脆弱 然後他就講說 那我跟你講 恭喜你得到那個外務省的日本漫畫賞 我說真的喔 你很厲害嗎 他說真的很厲害 我說好好好 那那個壞消息是什麼 我說 可是他們邀請你要去那邊就是 領獎嘛 你要親身過去領獎 嗯 有十天的行程 嗯 然後你有十天不能敢搞 啊 喔這樣喔 喔的確是壞消息 可是是開心的壞消息 是開心啦 對對對 而且其實 其實我我會畫漫畫 當然就是因為 我小時候 從小時候第一個看漫畫 就是日本的漫畫 嗯 所以 因為你是領獎的時候 你是要站在台前 然後講你的感言 是 然後 我是講一句中文 然後我翻譯講一句日文 喔喔喔喔喔 對 那所以 我有傳達我的意念 就是跟下面 其實下面的五十個 全部都是老前輩喔 就是那種 你很難想像 你會跟這麼多那個日本的那個漫畫家 就是在同一個空間 嗯 是 的確很難想像 很激動喔 哇 那聽完老師就是分享這次的經驗想 就是問一下 那老師最近又在忙些什麼 有什麼新作品要跟大家出來見面嗎 喔 我最近呢 就是開始在畫那個 有何不可 這一個作品 片名 嗯 然後其實是之前跟兩位老師 米思琳跟那個小微老師 一起做的一個合集 嗯 然後 嗯 它是必有了合集啦 嗯 但是我在裡面有一個短片的故事 叫有何不可 嗯 然後我我把那個故事做了延伸 然後做成那個長篇連載這樣子 嗯 嗯 嗯 那老師這一部有何不可 聽起來這個名字還還蠻特別的 到底是什麼個不可法 嗯 在合集的時候它是一個四十頁的短片 嗯 那其實就是男主角叫蘭正星 嗯 嗯 另外一個男主角叫那個王彥晨 嗯 就阿成跟正星兩個人這樣子 嗯 那他們是請就是算 也要叫算 應該叫竹馬 對 就是從小學一直到高中 都是同班的朋友這樣子 嗯 那可能就是在這個故事之中 那個正星他會喜歡上阿成 阿成他是異性 他喜歡學姐 嗯 嗯 就等於說這個男生喜歡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他有女朋友 他有女朋友了 所以這個男生只好就放棄了 嗯 他就連告白都不告白 因為他不想要失去這個朋友 再來就是因為他想要搬出去跟媽媽一起住 所以他就就是再來沒有跟沒有住在隔壁了 後來我想要畫續篇是因為我想要讓正星這個角色得到幸福 哦 那這是會什麼一個走向呢 接下來就是阿成的妹妹 十年後 就十年後的故事 阿成的妹妹 那時候他是剛好住在正星的旁邊 因為他就是住在旁邊的房子 嗯 哦 所以他們又見面了 對 那至於之後的發展就非常令人期待 對 十年後的 就你也不知道說他的會 結果會怎麼樣這樣 嗯 讚 好 聽起來很想看 然後看看結尾到底如何 我想今天聊了這麼久 真的 克里老師從他一開始的 踏入這個 心酸 對 一直到最高的榮耀 在聊到他現在的新作品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過癮 但是我們時間還是有限的 然後不得不又到節目的最後了 對不對 那我想聊到這裡 我們先來欣賞一首歌曲 那麼是來自 夏目有人障第二季的 一滴愛你 同時呢在這首歌聲當中 也要跟大家說拜拜 也要再一次的 謝謝我們克里老師 今天陪伴我們動漫 我要聽的所有朋友 還有陪伴我們在一起 哇好開心喔 對好開心喔 對 那最後還是要來幫大家 解答一下今天的達人密碼 首先第一個有何不可 就是老師的新作 青春取向有何不可喔 那第二個 無所不在所指的就是 老師的處女作品 Lovely 無所不在 最後的許個願把 當然這是老師的代表作 也終於邁上完結的 許個願把大喜 大家都清楚了嗎 而且就是在今年的九月底 就會正式的發行 期待 那我想節目最後 也是在邀請我們的聽眾朋友們 到FB上面跟我們做一些雙向的互動 還有到天空部落格跟我們批評指教 還有千萬不要忘了 下禮拜二要上我們的YouTube看 露音花絲 一定要看 看老師超可愛的 我又忘記這件事情了 對你可以看到老師 對老師這是可以再去當演員了 對好棒喔 對好 再次謝謝柯莉老師 謝謝柯莉老師 謝謝 也祝福我們的聽眾朋友 有一個非常平安喜樂的週末夜晚 下個禮拜動漫我要聽再見 拜拜 拜拜